做完了 来,接下来做最困难的一个函数 就是RMKX 好,画面就用一下 我们那天其实已经有教了 就是在这张资料表 如何计算出名次 有印象吗 这等一下我们也要算哦 好,可是我现在我想要先算这边 这个名次 它怎么算出来 我们是不是可以按照这个 每十万人口登革日发生率2 来当作是排名的依据 对不对 好,那我们怎么样算这个名次呢 滑鼠右键 请问是不是可以用新增资料行 好,变成每一个行政区 都会有一个名次产生出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叫做发生 登革日排名好了 登革日发生率 好,所以用RMKX 这没有问题 这就会传回运算式的排序次序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你要稍微知道一件事情哦 我们现在如果使用 我们现在如果使用偶尔来去找某一个资料表 它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所代表是这边全部 不是这边哦 这边只有新增资料行加进去 跟原本的资料 对不对 对 这边 如果新增量值 如果我在这边新增量值 请问它是不是只有在这边有 对吧 它不 因为量值是不是只有一个值 它就不会写进去到资料行里面 所以偶尔所代表是包含新增量值 好 那如果说我今天我不用偶尔的话 我讲是直接一撇 然后登革日 台湾各区人口数 如果我现在所选的是这样 我这边只包含1234567 这7栏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哦 用偶尔跟不用偶尔 差别就是差在新增量值 所产生出来的韩式 好有听懂哦 所以我建议各位 最好是用偶尔 然后接下来 偶尔我们去找 那个台湾各区人口数 这张资料表 台湾各区人口数 因为他第一个放的是什么 table name 对不对 第一个是不是放那个table table就是资料表 应该叫表格 可以 这是一个sheet工作表 好 逗号 接下来是不是运算是 运算是我是不是以这个排名 以什么来排名 一撇 我去找我们现有的这个登革日 每10万人口登革日发生率2 然后逗号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要放直 直我们不设 因为它的意思就是说这里面 它的是数值 还有接下来要放的是生命排序 还是降命排序 所谓就是数值 数值越大的 然后它是第一名 这个叫做DESC 数值要是越小 然后名次是第一的话 这个叫做ASC 这是生命 好 所以我们要选DESC 或者是你这边就输入一个0 0就是DESC 1就是ASC 好 右刮弧 Enter 请问算出这个有什么好处 算出这个登革日发生名次有什么好处 我到时候是不是取资料 我是不是就可以限制说 我只要取前10名的资料 听懂我在说什么意思吗 因为通常假设我们客户有700多个客户 我们只关心就是前10个客户 他的变动情形 这时候我们做出这个名次 所以你去看 你还记得刚刚说 那个登革日发生第一名是谁吗 台南县的 对不对 我对台南县也不是很熟 可是我们现在排序一下 排序 D 真 第一名台南市中西区有看到 这应该不会有什么错误 不过 这边 你看现在就可以改写了 你看 我不要这么多小数位数 请问一下 他这样子 你们知不知道 以色尔 以色尔整数有多少位 小数有多少位 你们知道这件事吗 你们知道这件事吗 整数有30几 可是你们都不知道 因为小数位我们不太在意 假设31位 那请问你 假设你放第32位的整数 他会变成几 他不管你放多少 他都会变成几 零 可以吗 不管你放多少 例如说你放了31个 123456 就是爬到第三 第32位 你放7 他会出现零 我不想你们知道这件事情 不过 你要知道 我们现在是64位人 如果你要还不够算的话 那你再去申请那个超级变 例如说128位 可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边有看到小数位数是不是很多 我们不喜欢这些小数位数的一个理由 是因为我们是算人 每十万人 就是跟人有关系 我们都会取到整数位 可以 所以在这个地方 把它改成 然后变成名位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 就是说 那个台南市中西区 他排名第一 每十万人口发生的那个比例是 5383 可以吗 换一个重点 我是要教你这个名次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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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算法 应该没有问题 这是在资料表里面 新增资料行 然后再教你一次 为什么要用over over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我想应该就做出来了 不能够 手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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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